Lun Sang 打抹 是免购 好了 我老 Pijet de Taman Sama不到三百千啊 有没有利诺 REGISTER先 我的小可爱 像块又打开了 我的位 哈啰 啊对对对对 我看到那个 PGA达曼萨卖三百千包 是吗 OK 多少放车啊 OK OK 像是List Hold还是Free Hold啊 List Hold啊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OK不用紧不用紧不用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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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谢谢啊谢谢啊拜拜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Sam爺 刚才那个人像不像你啊 等等等等 我不是说刚才那个男主角 他不买List Hold是等于错的 不过如果你连眼尾都不收下List Hold 你是等于将赚钱的机会 通通踢进去像鹹水海 你看有个海在那里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那就要由什么是Free Hold 什么是List Hold说起了 Free Hold即是永久地契 不用我说的你都知道吧 那你又说 不要这样 尽力都要说一下 这个Property的拥有权 是属于屋主的 那List Hold是什么呢 List Hold就是政府 租快地给你暂时住住 通常是99年 事实上我们已经非常之幸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香港呢 有些Property 它的List Hold是30年 你没有听错 朋友们 30年 你说List Hold是99年 如果到此 到此 你又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你的政府 会收回你的福地 不用那么怕 还有第二个情况 政府会让你 Allow你去Renew 你的List Hold 到99年 那你就在想 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是选Free Hold 你刚才都说 Free Hold 拥有这个 拥有这个地 永久地契 永远都有 华视权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像Free Hold 安全一点 List Hold会被人收地 听着朋友们 终点来了 终点来了 According to 1960 National Land Code 你妈妈好像很帅 无论你是Free Hold 或者你是List Hold 如果你的政府 要拿回你的福地 你也是没得走的 朋友们 千万不要以为Free Hold 就好连安全 各位朋友们 我是Sam 我看你吹水 好 我给你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听过 KLCC的鸣棒拍那里 那里都是Free Hold 不过政府要拿来兴建这个地铁站 又不是一样 不过政府是会赔钱给你的 无论你是List Hold 或者Free Hold 如果政府决定要收回你的福地 它是会赔钱给你的 那我是不是叫政府赔多少就赔多少 毛泽天第十八代祖先叫什么名字 不能谈 政府会根据这个Bank的Valuation 会赔钱给你的 那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会说 如果你不考虑List Hold 的Property 是等于将赚钱的机会 砍去咸水海呢 是因为真正影响这个Property的价值 不是Free Hold 或者List Hold 那是什么真正会影响 这个Property的价值所在呢 第一 Location 即是地点 第二 Amenities 即是周围的设施 Assemble Shopping Mall 附近有没有Shopping Mall 第三 这个Property的Concept 怎样说呢 这个Property是普通的Condominion 或者它是属于一个Mixed Development Concept的Property 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是Mixed Development的情况之下 欢迎去我的Facebook的专页 学习什么是Mixed Development 第四个 即是Accessibility 即是交通的意思 你们周围有没有Highways 有没有公共工具 公共工具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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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东西来 朋友们 第五个Point 即是Supply and Demand 来我打一个非常容易明白简单的比喻 Pavilion KL List Hold vsKajang Free Hold 哪一个价值比较高呢 Kajang Kajang是Free Hold 第三年出去外面发账 另外一个比喻 PGA Daman Sala便宜不便宜 不便宜 为什么呢 PGA Daman Sala很多都是List Hold 为什么不便宜呢 很简单 因为它Demand很高 那你又在这边想 如果Free Hold 如果Free Hold 地点又漂亮 Demand又高 那我为什么不选择Free Hold 要选择List Hold 谁不懂你老毛生疑伦 朋友 Free Hold 贵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本来你可以用600千 你就可以拿到那一区的List Hold 但是最后你决定买这个Free Hold 最后你决定买这个Free Hold 贵了差不多200千 差不多800千左右 这样这个情况之下 你每个月的公期这个installment 就会高出很多了 本来是600千 现在是800千 因为Free Hold 的关系 如果你是投资者 那重点来了 你的租客 过来和你租屋的时候 他会不会问你一个问题 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屋 非常适合你深水 不过 哎 List Hold 地点又这么漂亮 浪费了 那为什么它是List Hold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政府觉得 这块地是非常有潜力 非常之有价值 所以它将来是会有机会 拿回你发展的 so that's why 这块地就是List Hold 千万不要看少List Hold的Property 那你今天可能会说 Sam爷 我不是拿来投资的 我拿来自己住的 我留给我的子子孙孙 朋友 OK 说得好 如果你是Lender Property 你就说得好 不过如果你是Condominium的情况之下 你试想一下 你现在多少岁 打个比喻 你现在30岁 你60岁的时候 有一粒孙 你在30岁的时候 卖了一层Condominium 是Freehold的 那你的孙子就比较早分一点 20岁就想成家立室了 那你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 你卖那层楼 现在应该是50岁了 试问一下你的孙子 会不会愿意住在这个50岁的旧楼呢 我是觉得你的孙子 会宁愿在外面 租一间漂亮的屋 和他老婆一起住 你不信是吧 你问一下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吧 爸爸留了一个property给你 Freehold 但是有点久了 30多年了 你要住吗 那还有一样东西 大家需要去注意 关于Listhold的坏处 那如果你的property 你的Listhold的property 是少于65年 你的Bank的Valuation 会降低的 那你想买 都没那么容易卖得出去 所以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在65年前 将你的property卖出去 这样你的Valuation 就不会影响很大 conclusion是什么呢 Freehold一定会比较好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有人跟你说 Listhold比Freehold 那这个只是托你 Freehold一定会比较好的 不过大家一定要考虑 Listhold的property 因为Listhold也会有 非常潜在市场价值的楼盘 如果你连眼尾都不收下 Listhold的property 你是将赚钱的这个机会 托入咸水海 这个video就快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的情况下 你就点赞 留言 分享 还有 最重要的就是订阅 并且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们 拜拜